選票依然在立法會現在的制度下是處於少數 在這樣的情況下,諮詢自然出現問題 你這個政府倒行逆施,不能夠贏得市民的支持 當然,諮詢出現問題 我們現在見到的就是,政府在建制階層裡面的立法會議員 都不能夠取得多數 你如果建制階層裡面的議員全力支持政府的話 政府基本上在立法會是一個很穩定的多數 是